北约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,已经在华盛顿召开,峰会上突出大秀强大和团结,然而这种乐观造势,却难言美国和北约目前处境的尴尬,北约既不强大,更谈不上团结,这次峰会将成为北约撕裂加剧的最后一次纪念峰会。 这次峰会召开的时机,可以说是相当敏感和关键,一是乌克兰战场态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,二是中东战乱正在激烈进行之中,三是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,四是中欧关系正处在敏感的阶段,五是拜登在总统大选中表现太不尽如人意,意味着未来美国的战略上可能出现重大的调整或转变。 正因为如此,这也原本具有纪念意义的峰会,就变得具有战略意义了,特别是对美国来说就更重要了。 从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,这一次峰会主要有四大议题,一是大秀北约的强大与团结,拜登在开幕式上大赞今天的北约,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团结,同时强调了俄罗斯的失败,而北约秘书长则也心领神会的附和着拜登的言论。 称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,最强大,而且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联盟,二是增强对乌克兰的强有力支持。 目前乌克兰在战场上表现非常糟糕,缺兵少弹,这仗还怎么打下去? 如果不想泽连斯基投降,或者说不想俄罗斯取胜,就必须增强对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支持。 拜登已经公开承诺要加大重武器装备的支持力度,一些成员国也纷纷慷慨解囊。 实际上北约成员国以雇佣兵的名义,早就直接介入到乌克兰战场之上。 从莫迪与普京达成的遣送应急雇佣兵来看,北约的士兵可能更多,甚至已经成了乌克兰战场上的生力军。 而这是不能公开谈论的话题,这次峰会或许会私下讨论质疑间接处兵问题。 三是针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问题,美国北约一直把中俄正常的合作经贸往来,说成是对俄的支持,中俄合作关系的加强,成为了对俄的致命性支持。 中俄正常的合作关系,对俄来说非常重要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 但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,坚持的并非完全是中立的立场,而是站在正义的立场。 中国不能因为北约与俄未敌,就断绝与俄的正常往来,那等于是站在了北约的立场,在中俄合作关系问题上,向中国施压,或者说进一步采取统一行动。 这也应当是峰会上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,四是北约入亚太或北约全球化的问题。 近一段时间以来,每一次北约领导人峰会,美国都会把日韩傲星带进来,而北约也一直强调,要增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。 北约华盛顿峰会发布宣言中旺称,中国的野心和胁迫政策,正在对北约利益、安全和价值造成挑战。 旺称中俄关系削弱并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,无称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,并指这是对北约的系统挑战等等。 这就被解读为北约要燃殖亚太,要全球化。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解读美国主持的这一次北约纪念峰会? 突出强调北约的强大和团结,就说明这是拜登最在意的事。 乌克兰战争是一场美俄之间的代理人战争,美国拉上五十余个盟友国家,给予乌克兰强大的武器弹药和战场信息指挥支持,却没有消耗掉俄的打击能力,也无法改变战场态势。 目前乌军显然已经表现出精疲国界难以支撑,尽管目前俄方遇到了难以防范乌军越境袭击后方重要设施的困境,但却对前线战局产生不了重大的影响,可以说乌军是节节败退。 正因为如此,乌克兰战争悲观论在美西方开始扩散,而一些国家显然是在战与不战之间开始犹豫,北约内部也确实出现了严重的分裂, 这令拜登非常焦虑,一旦俄实现了行动目标,非但没能削弱,反而会造就一个更强势的俄罗斯。 西方联盟的大本营可就处于更加危险之中了,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是拜登亲自设计指挥的,这个失败是不可接受的。 而对于欧盟,特别是欧盟大国来说,这同样是一场不可接受的失败。 乌克兰战争是二战后,欧洲直接面对的战争危机, 标志着战后欧洲秩序的彻底打破,欧洲无法接受俄罗斯左右欧洲新安全秩序的建立。 目前的欧洲既怕失败,更怕战争外影。 就算不引爆核大战,一场世纪性的俄欧大战,输赢都是欧洲的灾难。 因此用持久战削弱俄罗斯是唯一的选择。 正因为如此,给予乌克兰更强力的武器装备,甚至是人员支持,支持乌克兰尽可能持久抵抗下去,就必须在北约内形成共识。 在强力支持乌克兰或消除战争悲观伦方面,北约内部必须统一意志,美国也好,欧洲也罢,又或是北约,乌克兰战争始终是最大的课题。 那么我们的专家学者,关于北约要全球化贿赂亚太的关注,是否是这一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呢? 恐怕不是,尽管峰会宣言明确是中国为挑衅和威胁,也强调要干预亚太事务,可这却并不代表了北约真的要进行重大的战略转变。 首先就是北约目前没有这个能力,一场乌克兰战争就令北约难以支撑。 中东乱举除了美英之外,欧洲根本就不敢参与,这可是影响的不仅是中东地缘政治,而是在加速世界变革的大事件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欧洲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与中国为敌,中俄目前只是进行了正常的经贸活动,还谈不上给予俄致命性支持。 如果北约真的直接插手亚太事务,或者说直接损害中国核心利益,中国一旦真的对俄进行战场支持进行反制,欧洲可就更吃不消了,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 其次,尽管拜登一直强调北约团结,尽管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,美欧基本上不要保持一致,可战略自主这个原则,欧盟始终没有变。 在对华战略问题上,欧洲也始终没有与美国打配合有意思,可以说欧洲一直在小心翼翼处理对华关系问题。 一旦北约真的入亚,就意味着彻底放弃战略自主,也就是放弃建立多级世界格局的初衷,这个转变轻易是不大会的。 北约这一宣言,一方面是拜登的施压,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国摆出的一个姿态,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正确使然,不得不发表一下观点或意见而已。 说归说,做归做,这是两码事。 其三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非常微妙而敏感的阶段,欧盟对华关税刚生效,中欧还处于磋商谈判之中,而中国已经开始不断亮出可能的反制措施。 经济一直不景气的欧洲是经不起与中国的对抗的,此时要北约入亚,就等于是新的冷热战的正式开打。 而阵营对抗可是欧盟一直坚决反对的,因此乌克兰战争,目前依然是北约或欧盟最大的完全危机,也是头号解决难题。 此时不可能与中国展开激烈的对抗,或许美国有心把北约拉进印太战略之中,欧盟却不可能跟进。 不久前,法国直接否决了北约在日本减联络处,实际上就是否决了北约入亚的可能。 当然对于拜登来说,北约入亚一直是梦想,中国才是美国的最大对手,合纵连横也是美国的战略要点。 美国之所以一直不敢对中国发权力,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不入局,也就是说所谓的北约入亚,或者说北约全球化,实际上就是一个伪命题。 其实美国之所以在峰会上强加一个这样的话题,并非指望着北约真的入亚,而是想借此离间中欧关系,以及离间中国与日韩奥兴等亚太国家的关系。 尽管欧洲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始征收高关税,可却主动要求与中国进行磋商谈判,连贸易战都不敢打,还敢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。 怎么可能?其实除了乌克兰战支持问题之外,欧盟最关心的是特朗普可能卷土重来的问题,对于欧盟来说,中国不可怕,更可怕的是特朗普。 一旦特朗普上台后,北约严重撕裂或美欧关系严重撕裂,或许欧洲战略就会转型,转而加强对华合作关系,届时中国主要应对很可能是特朗普的全面脱钩。